为了全新栽种的新品种葡萄 返乡青龙成韵 忍痛砍掉多年的飓风葡萄 因为他发现两个品种种在一起 其实不好管理 也显示出成韵对于栽种新品种葡萄的认真与努力 的话我们种植阳光玫瑰的话 现阶段是大概两分地 这些看到的果树已经大概有种三年了 那以目前的采收就是状况的话 其实我觉得还是当然是有待改进 有些那个美美咖咖咖咖 其实没有说真的都很知道这样 许多小地方例如用药或者是 它的枝条修剪上其实也会有非常大的不一样 都是需要再学习的 那希望说未来可以更好这样 水里青龙成韵从三年前引进了 名为阳光玫瑰的葡萄品种 香气与味观与日本知名的色香葡萄 接近九成的口感 他很努力研究栽种 希望未来若是能够量产 台湾人就能够享用到国内出产的阳光玫瑰葡萄 那有关引进阳光玫瑰的话 我觉得说是非常很期待 就是可以在台湾可以吃到说 我们台湾自己产的 因为其实说实在它口感吃起来 就有点像日本的色香嘛 那你想想看日本色香进口过来 坐了个飞机可能就要一串一千多块 那当可以让台湾人以再便宜一点的价格 吃到类似的产品 我觉得是非常好 同时也可以证明说 其实真的台湾在农业上 是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技术 就是基本上种得出任何东西 两年前回来务农 那回来的有一部分原因 可能也是因为疫情 那还有一部分就是看见了 未来农业的发展 新议员肖字圈表示 今年来鼓励青年返乡 水里乡青龙成韵 投入栽种新品种葡萄 不但相当独特 也欢迎民众多多支持 水里乡对我们青年 返乡来栽种 从事农作都相当的鼓励 最近我们水里乡的青龙 陈性农友 特别研发了新的一个 葡萄的这个品种 口味相当的甜美 味道也相当的独特 有来到水里的 我们的旅游的好朋友 可以就近全往品尝 翠绿的阳光玫瑰葡萄 在太阳下散发出 如美玉一般的颜色 虽然葡萄外观还是出现 受到温度与雨水的影响 但成韵很有信心 这种在玉山山脚下的 阳光玫瑰葡萄 很快就可以量产 记者邱品逸 新的采访报导 出家的灯 闿